星期四将会带来一些市场推动者的新闻 所以让我们仔细了解更多吧 首先在早晨8点30分 将会有一系列第一季度的英国经济数据发布 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次预估值 初步估计季度增长放缓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商业投资出值也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第四季度的数据意外下降 在经过两个季度的增长后 此外 4月英国叠压贷款许可也将会在本时段发布 在过去两个月 许可数量持续下降 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接下来在格林尼之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会有几则美国的新闻发布 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更新 与之前预期的一致 上期数据表现稳定 特别是截止到5月6号的一周里 持续申请人数下降了2万2千人次 达到了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4月商品贸易平衡也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由于出口下降速度超过进口 3月份贸易赤字扩大 4月批发库存出值也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3月份初值显示库存量有所减少 但是随后修订后的数据显示出了增长 而在晚间11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4月日本CPI 年通胀率仍然很低 这是政策制定者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但是至少在过去三个月里 一直位于政治区域 以上就是5月25号星期四的经济日历 我是杰克艾维里特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五的相关概述 再见